我要演话剧之 主持人版霓虹灯下的少彬的选角活动呢 是落下了帷幕 参与的名嘴们如今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彩排阶段了 那彩排呢可不比海选啊 全是按照剧本是真枪实弹的来 我的主持同行们是否能hold住呢 妈 阿杰 阿杰老师 我跟这个人妈猜 在彩排现场 被龚汉林老师称为细疯子的朱珍 一开口的架势就镇住了所有人 可即便这样 离导演精益求精的要求还是有一点点距离 在给朱珍指导了几次无果后 导演陈欣一干脆亲自上针 都说如此可教 在看了导演的表现张力后 朱珍的表演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 而在接下来的新闻发布会上 总策划陈荣把朱珍狠狠表扬了一把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一向奔放的朱珍竟然还不好意思起来 我报个料 很多天前 一个多月前 她说要剧本 她是第一个对我们要剧本 要了剧本之后 大概隔了一周 要到了周 隔一周碰到我 没有 可以说吗 带着她的现任女友 她在那里面吃饭 没给我来的一段 她女朋友 演那个林圆圆 她演同安排 她说在家里天天帮她对戏 原来恢复单身的朱珍 有女朋友了 不管怎么样 朱珍这敬业精神绝对值得肯定的 算下来 朱珍绝对是主持人里表演经验丰富的 电视剧爱情公寓 电影小时代中都有她的身影 虽然都是些不起眼的小角色 但演技让人过目难忘 大家晚上好 又到了体育新闻的时间了 我是你们的男朋友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Peter 可是人家朱珍说了 她的最爱还是主持人 我最喜欢做主持 那因为我觉得相对来说 比较自由一些 习路在线 双海赛访报道